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茄子搭配一把面条来分享一道特色美食 就是这个做法让一家小店火了十年 吃面的人天天排队 让两块钱的面条身价翻了十倍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处理茄子 将洗净的茄子切掉根地 再将茄子切成厚片 然后改刀切成粗条 最后再从中间切开 将切好的茄子装入大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下手抓拌均匀 抓匀后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根胡萝卜 先将胡萝卜切成段 继续改刀切成片 将切好的胡萝卜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青椒 去籽去地 再将青椒从中间切开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青椒装入碗中备用 同样再准备一个红椒 红椒同样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红椒同样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个西红柿 将西红柿顶端划十字 然后将西红柿装入大碗中 按下来准备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筷子搅动一下 防止粘锅 煮至开锅后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次开大火煮开 再次煮开 面条就可以捞出来了 将煮好的面条放入凉水中过凉 过凉后的面条吃起来会更加筋道 过凉后控水 再将面条中加入适量的熟油 适量的酱油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 取出炒锅 加入适用油 下入一个八角 将八角炸香 炸香后下入处理好的茄子 快速翻炒 将茄子炒软 将茄子炒软后 盛出装入盘中备用 拎起锅 加入食用油 油热下入葱蒜炒香 炒香后下入西红柿碎 继续翻炒 将西红柿炒软 炒出西红柿的汤汁 西红柿炒软后下入胡萝卜片 青红椒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 将配菜炒至断生 约炒一分钟左右下入炒好的茄子 继续翻炒均匀 接下来调味儿 加入这量的生抽 一勺白糖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再次翻炒均匀化开调料 翻炒均匀后下入面条 再次翻炒均匀 让面条和配菜充分融合到一起 炒均匀后就可以离火装入盘中 哇 现在看见已经非常的香了 最后再撒一点小葱叶 美味鸡成 这样做出来的面条 咸香入味 筋道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您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起来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投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